英诺经上这句话说得好 上尽分善根人 不但是上善根人 而且是上尽尽分 信者 自然就精进 不信 他会退传了 这是一定道理 他要真相信 成佛 成菩萨 自己有份 我认真干 我这一生当中 真正能成佛成菩萨了 他能不干吗 他为什么会懈怠呢 不相信啊 成佛菩萨太难了 我哪有这个福分了 我成不了佛 也成不了菩萨了 他就懈怠 就懒散了 佛法如是 事法业如是 世间法 不是安敌 他要不信呢 他也不能拯救啊 照着佛法了 也要精进才行 他能够佛成了 照得成 要不然他照不成 我们看看世界人 真名著力 但是有几个人 成就了 还是少数 大多数的竞争人 到最后都失败了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 佛菩萨清楚 佛菩萨告诉我们 这一桩事情啊 不是从尽僧带来的 世间的明文力 无欲六成 竞争是语言 是手段 你命里头有没有啊 你命里头有财 你不跟人家竞争 到时候他就来了 谁明白这个道理 了凡先生明白 谁明白了 真肯干 原了凡 正肯干 诸位如果 戏度了凡死去 你就豁然 大悟 被世界一切乏了 我相信 你死心塌地 学了凡 做一个 常常正正的 君子 辽凡先生 自从遇到了 云古禅师 禅师 把佛法里面的道理 传说给他了 这个佛讲得清楚 命运从哪里来的 命运是你自己修的 命运能不能改 当然能改 有改的方法了 断我修善了 命运就转了 佛法教导我们 那是一点不错的 我是初修佛的时候 二十六岁 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我一生一教风学 统统应运 财从哪里来的 不时用种种手段方法 你能带来 对不对 从财不时得来 越施越多 越多越施 你的财用 就跟祝佛菩萨一样 用不尽了 你肯不肯干 聪明智慧 从哪里来的 从法部时来的 健康长寿 是从无微部时来的 我那时候初修佛 对佛法这些名词 说语都不懂 老四有善巧方便 用我能够听得懂的话 能理解的 这些言语告诉我 这些老人 有智慧 有德行 有经验 一看到我这个年轻人 没福报 过去身中没修 没有福报的人 很可怜 一生很痛苦 由于遇到这些 大善知识 真善知识 他们慈悲 真的是大慈大悲 自然地流露 帮助你 问题 你能不能听懂 你相不相信 你肯不肯干 你能听得懂 你能够深信不疑 依教奉行 就是此地讲的 上境分善个人 我可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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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感谢观看